少数族裔社区部和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 共同创作了这一系列视频 让我们的社区知道 该如何为不同的灾难和紧急情况做好准备 以及当它们发生时该如何应对 紧急情况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 这可能包括地震、洪水、风暴、海啸、火灾和火山活动 当紧急情况发生时 民房和紧急服务部门将忙于帮助最需要他们的人 因此制定一个照顾自己和家人的计划非常重要 这个视频解释了您在紧急情况下需要些什么 您可能被困在家里 没有电、水或食物 这在紧急情况下会持续几天 或者您可能无法回家 所以请确保您有所需的物资 您需要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度过难关 例如工作单位或学校 您应该要有一些无需烹饪的食物 计划先使用冷藏和冷冻食品 因为这是最安全的食用时间 如果可以的话 与邻居分享物资 你们或许能够共同努力度过难关 如果您有特殊饮食需求 请确保您有足够的食物 可以在家待三天 如果您需要疏散 紧急避难所可能不会备有您需要的食物 因此请准备好随身携带 每人至少需要酒生水 以供三天或更长时间用 这足以满足饮用和基本卫生要求 您还需要一个带有备用电池的手电筒 以及太阳能或电池供电的收音机 备用药品 急救箱 保暖衣物和宠物食品 确保您还有工作手套 合适的P2或N95口罩 卫生纸和用于紧急厕所的大塑料筒 您不必将所有东西都集中在一处 但您可能需要在黑暗中找搜寻 因此请确保它们易于找到 除了这些必需品之外 请确保您有一个避难包 放在您最常待的地方 例如家 汽车 或工作场所 避难包是一个装有必需品的小包 在避难包中 您应该有步行鞋 保暖衣服 雨衣 帽子 水和零食 记得也要为婴儿和宠物做准备 您的避难包还应包含消毒洗手液 便携式手机充电器 现金 重要文件的副本 以及带照片的身份证件副本 最后 您的避难包需要装有您可能需要的任何药物 以及急救箱 口罩或面罩 和一个配有备用电池的手电筒和收音机 如果您需要在极端条件下驾驶 在车内 您可能需要备有刷子和铲子 轮胎防滑链 挡风玻璃刮刀 以及保暖衣物 有关准备和响应紧急情况的更多信息 广问 www.getready.govt.nz 请记住 如果您在紧急情况下需要联系政府服务部门 并且需要语言支持 您可以请求口译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